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杨广的陵墓 2013年在扬州的一个工地上被发现 此次房地产的开发商名叫杨永 而历史上杨广曾经亲自杀死了自己的哥哥杨永 所以有网友调侃到君子报仇千年不晚 这是整个墓室的分布 经过考古专家抢救性的发掘后 发现这处墓葬可以用寒酸二字形容 因为整个墓室东西向长不过5.88米 南北向长也只有4.98米 生前那么喜欢排场的杨广 它的地灵居然只有如此大的异体 随后专家经过两点判断出这就是杨广的名 一是墓中的墓志明 二是墓中残留着杨广的两颗牙齿 墓志明虽然经过长年的水中浸泡 但上面随顾扬帝墓志 大叶14米 地崩于扬州等字样还是清晰可见 而这和史书记载杨广死亡的时间地点都一致 至于墓中海股上的两颗牙齿 经过专家探14的检测发现 死者是一名男性 且死亡年龄在50岁 而这和史书记载杨广的死亡年龄完全 作为一带大帝杨广虽然有荒银无耻的一面 但对中国而言也的确功劳巨大 比如大运河科举制开疆拓托的 然而专家研究了随杨帝陵墓之后 却不由地感慨到随杨帝杨广死后下来太惨 比秦二是胡亥更惨 甚至坟墓占地面积还不如一个行李 感谢您的观看